一般来说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,无论是在省内的地位,还是国内的知名度都不会低,好比深圳、青岛、苏州甚至唐山,虽然并非省会城市,但在省内却备受重视,有的甚至还碾压省会,然而,在中国却有那么一座城市,无论是从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上来说,都是全省第一大城市,经济实力更是连续19年位居全省第一名。 但其省内的地位却非常都低下,连区域中心城市都不算,与普通地级是毫无差别,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都主角,泉州。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,是福建历史文化最为深厚的城市,早在唐朝时期就发展,成为了全球四大口岸之一,是东方第一大港,素有地下看西安,地上看泉州的说法。 泉州是文明世界的品牌之都,泉州拥有各类知名商标,148个,位列全国地级是第一,泉州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多达103家,这个数据可秒杀省会福州和经济特区下门,在全国地级市中也能进入前三。 除此之外,整个不见有三分之二的富豪都出自泉州,说到这里便有人会说,泉州既然那么牛,那小编为什么又说,泉州是中国最憋屈的地级市呢?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道说道,众所周知,如我们前面说的深圳、青岛都是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,政治地位尚仅次于省会城市,行选等级上也高于普通地级市。 苏州,唐山虽然不是副省级城,但是两市的一把手都是省委常委,在省里有一定的话语权。 反观泉州,虽各乡指标都位居全省第一,但是泉州不但没有副省级行政权,一把手也不是省委常委,在城市规划上,泉州既不是中心城市,就连区域中心城市都算不上。 不仅如此,泉州在省内的知名度,也远低于厦门和福州,泉州虽拥有众多文物瑰宝,秀美山川一级别巨一格的民俗风情,但是其在旅游界的名声早被厦门超越,鲜有人知。